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一早晨就在这儿放着呢 怎么 怎么了 不是 你要干吗 余晓雷 你给我出来 孩子们 你赶紧起来 都睡着呢 你干吗呀 你给我出来 不是 别管 你别吓着他 余晓雷 怎么了 大早上的 这怎么回事 你不敢 你伸 你伸不太多你 行了 行了 珊珊 你孩子 珊珊 谁 你别吓着 愚逆了 你说你怎么这么爱生气啊 怎么了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的事 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 你说我妈她 怎么可能会发现 我藏起来的计划书 这 可能是妈妈打扫房间的时候 不小心看到了吧 那哪叫打扫房间啊 这分明就是 侵犯隐私 人都得有梦想 如果都没有梦想 社会怎么进步啊 你有梦想 你的梦想给我们家带来了什么 我 还让我来解释 好搞笑 应该解释的是她吧 不行 我不能让小维笑你 我得把她不靠谱的想法 扼杀在她的摇篮里 我 你们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 我的个人信息 个人生活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这是违法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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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翻天了 你 你背着我们谋划这么大的事情 你还有理了 等 等 等 稍等一下 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那个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你 你 这是家庭问题 怎么能谈到什么法律呢是不是 那个 珊珊 我也劝你一句啊 咱们用词稍微注意一下 谋划这种词最好不要用 对 什么叫谋划 我做我的计划光明正大的 我想环游世界怎么了 我做错了吗 错了 就是错了 我没错 错的是你们 你们是怎么拿到我计划的 是不是又打着收拾我房间的旗号 翻箱倒柜去了 不不不 这个我可以作证 这个计划 她就放在茶几上 你别逼中旧情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旅游的事 你说 你带着一个孕妇 你满世界地跑 出了问题 你怎么负责 就是 还有理了 还瞒着我们 你长能耐了你 我长能耐 我再长能耐 也没有你们长能耐吧 你们背着我翻东西 这才是违背道德 这 这东西它 你真是气死我 你这孩子 水 药 爸 妈 妈 小薇 你不要怪爸妈 是我把那个放在客厅了 是我故意让他们看到的 什么 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合适 我不心安 那你欺骗我 就安心了是吗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东西 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出发 一起去旅行吗 现在 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狗屁 小薇 小薇 不是 怎么跟你 小薇 你怎么这么跟你媳妇 小薇 你给我介绍 你这孩子 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对灵力呢 小薇 哎呀 哎呀 小薇 孩子快快快快 快乐快快stock 快乐 快乐 �� 就是 您把size 你娘 如果不愿我们 感谢观看